2023年的税你们都退了吗 我的1万块钱开始退不了了 我又损失了1万多 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你看我这是 2024年3月3号开始申请的退税 然后现在显示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 然后什么原因呢 主要就是说我的这个 税务审核不通过的原因 由于我是纳税人 就是由于你申报的住房租金存在 待核实事项 且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是指纳税人及配偶 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 或者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 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住房出租专项附加扣除 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住房出租房合同称租人扣除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 只由由一方扣除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不相同 且各自在其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的 可以分辨扣除租房租金支出 请你核实后正确填报 欲于不同意本身退出身款 请你再次核实你的年度 年度汇算申报 确保申报信息准确 跟赵虎六一样的说的啊 但是他大概意思就是说 大概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意思就是说 我是在 我是在我本地的县城 就是说我不是就这个县城的吗 我是县城的 然后如果说我在县城租房子 他是不给我就是退这个租房子的 就是说这个税 我也不懂啥意思 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现在就是没有退过我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现在我都快迷茫了啊 他退了一个月了到现在没退过我烦死了 然后呢我又我我又重新申请了一下啊 我我刚刚又重新申请了一下 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退退税成功了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烦死了啊 哎你就不知道你们呢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我我这已经申 我我这已经申报了呀 我这已经申报了 我这申报了10568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 还要重新再再再审核 我的天哪 审核一直要好长时间 我都等了半个多月了 哎呀今年退税太难了 第一次退税啊 我把银行卡写错了 又重新撤了 重新又退款 第二次又说我这个什么 租房天下 那个不能填啊 又又 我现在又深刻一次 这次又不知道啥都能退 为了个一万多块钱的税啊 我这个小心脏就跟过山车一样的啊 一会惊喜一会失望 一会惊喜一会失望 哎呀这钱太难赚了 我自己的钱太难拿了 不好弄啊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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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感谢观看